这是一个跌破人伦的教派 在这里实行一夫多妻制 教主更是娶了多达78名妻子 每天晚上78个妻子排队等着翻牌子 他也占领城镇建立政权军队 警察是英俱全他要当皇上 更多恶劣的行径那是不胜枚举 咱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个邪门无比的 摩门教基本教义派 摩门教是1830年史密斯开创的一个基督教的新分支 他们这个宗教具体咱就不介绍了 有一个特点就是实行一夫多妻制 可人类在发展时代在进步 这种糟粕很快就被废除了 不过有一帮人不愿废除这一个一夫多妻制的传统 他们就从原来的摩门教里都分离了出来 成立了摩门教基本教义派 这个基本教义派的老大叫做罗伦杰夫斯 他自称先知能够感应上帝他还会法术 跟随他在大概有这么几千到一万的信徒 罗伦杰夫斯宣称啊 你信我我就可以让你活到100岁 身体状态永远20是百病不侵 到岁的时候你死了也不怕 信我直接就上天堂了嘛 天堂老好了想啥是啥呀 但是你们想如此美好的话 那必须得把资产全部捐献出去 那都是身外之物啊 捐给谁呢 捐给教会 权力归教会所有 不能自由恋爱 那种欲望会破坏你们上天堂的 到时候我会分配给你们妻子 而且一个男人必须最少三个妻子 要多多的生孩子 孩子生的越多 你离天堂就越近 孩子下生直接成为他的信众 他是用这种办法扩大自己的信众规模 老埃德那就是典型的教派里的代表 他第一任妻子生了9个 教会分给他一个妻子之后 又给他生了14个 23个孩子一半多 那种女孩 女儿慢慢长大 也到了被分配给别人当妻子的年龄了 老埃德期盼他能得到一个成龙快婿 这个的确是成龙快婿吗 太成龙了 因为他的女儿被先知收下了 成为先知的第78任妻子 而先知当年已经85了 这可真是一树梨花压海堂了呀 他们所有人都生活在这个教会内部 教会里头无比的封闭封建和守旧 根本就不会告诉女孩什么是恋爱 男女有什么区别 直到结婚 老埃德的女儿都天真的以为 只要男女亲亲嘴就能怀孕 可没想到晚上 老先知却来吐他的裤子 他遭受了老先知长达两个小时的折磨呀 其实那么大岁数的那方面早就不行了 两个小时他就是蠢蠢的虐待呀 在小女孩一生一生的哀嚎中 他满足他变态却无法发泄的欲望 等新婚过后 小女孩就和另外77个妻子一起生活 每天晚上他们会排成一排 接受老先知的检阅 在他们之间挑选一个或者几个 给老先知试寝 司马炎之户内行啊 你应该在整个洋车呀 老先知如此的不知道节制 很快就把自己给玩废了 半年之后赶了 他的儿子沃伦杰夫斯 接任先知之位 他的行径比自己的老爹 那是喜剧中心找特别服务呢 更上一层楼啊 莫伦在老先知 众多儿子里面 那不是最突出的 但是是最讨老爸欢心的 他的一系列做法 让我觉得呀 他是深读中国历史啊 他年轻轻轻轻轻就结婚了 而且根据教义 娶了六七个妻子 突然有一天 他发现自己老爸 看自己的小六妻子 两眼放光 于是他把小六 竞献给了自己的老爸 妻子变成小马 李隆基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呢 然后为了自己顺利继位 他和老妈开始散步了 说他出生的时候 天上出现了两个太阳 一个搜的一下 钻进了老妈的肚子里 他马就出生了 你这是骂你爸 日你仙人呗 他都三十多岁了 以前从没说过这个事 这时候怎么想起来了呢 又会伺候老爸 又会给自己神格化 等老爹一死 他顺利继位 也继承了老爹那 七十八位妻子 括号 所有资料都没有说明 这七十八人里 有没有包括他自己的亲妈呀 括号完了 李智人家才继承一个妩媚娘 你这一个娘也不浪费呀 沃伦新官上任三妈伙 先生把原来的一些资历比较老的 感觉能影响自己地位的 教会高层给开了 理由那也是五花八门啊 他们的教育要求 男的只能穿朴素的衬衫和西裤 最好的都是棉麻材质 而且颜色以白灰黑为主 不能穿色彩鲜艳的 有一位高层 只是因为穿了一件蓝色衬衣 就被开了 他要求教会里的所有女性 裤子长度一定要超过膝盖 也不能穿短袭衣服 反正那就是要包裹的严严实实 不能违背男人的任何意愿 有一位高层 因为和妻子吵架 这说明妻子忤逆他了 然后他也被开了 反正总结一句话 就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他开除这些人的同时 也不怎么操作的吧 把这些人的资产 全部转移到教会的名下 其实就是自己的名下 这些资产有房屋 汽车 土地 还有工厂和公司 他的商业版图在不断的扩大 其中有一家专门给飞机制造 零不劲的工厂 通客 波音 那都是他的客户啊 还有一家公司 与沃尔玛长期保持合作 这都给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一个月 好几百万个美子呀 他要求教众们都过着清教徒的生活 不允许娱乐 集会 不允许出去玩 更不允许去医院 有病了 我给你施个法那就好了 好不了 那就是你心不成 活该下地狱 信众们被他要求的如此之惨 可他却拿着这些钱 全世界的游玩是花钱酒地 他带着自己最最喜欢的老婆 去迪士尼 去看演唱会 必须那就是VIP洗胃 还去酒吧好饮 今天全场都由沃伦少爷买单 住豪华酒店 奢侈品那更是一堆一堆卖 跟进货似的 然后跟自己的几个妻子 在酒店里是颠了完捣缝 为了让自己更勇猛 各种药全给用上 他在教会 可是坚决不让自己心中吃药的呀 他吃了药 感觉自己更酒更强更威猛了 可他却骗妻子说 这是上帝给予他的力量啊 他的言行不一 很快就被心中发现了 同时 那些被他开除的高层 有的自立门户开始挖他的人 有的开始说他的坏话 都传到了教徒的耳朵里 反正吧 他的一系列操作 让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 上任的三发火 把自己给烧了 为了更好地控制住这些信众 他想把他们集中到一起生活 远离城市 远离媒介 于是他就说了 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 到时候全世界都会发生地震 海啸飓风 全会毁于一旦 只有一个地方 到那个时候会突然升起来 远离地面 就不会遭受这些灾难了 啥地方呢 就是亚利桑那州和犹他州的一个交界处 肖特克里克 肖特克里克是个远离大城市的小镇 到那儿非常地远 路也不好走 上万信徒对沃伦的话 那是深信不疑 放弃了生意 放弃了亲属 朋友 脱家带口 开着车前往这里 车队浩浩荡荡 不明真相的群众 驻足观看 不知道干啥的 来到肖特克里克之后 他们就等 世界末日啥时候到来呀 可左等不来又等不来 这世界末日又突然症吗 他们去问沃伦 沃伦说了 我不忍心看其他人 遭受如此浩劫呀 他们虽然不是我的信徒 但也是人呢 我用了一点法术 让世界末日推迟了 但是还是会来的 我们只能永远住在这里 才能逃离劫难 对于沃伦 如此离谱的解释 信徒们 全都深信不疑呀 他们人数众多 一万左右口子 进了小镇之后 开始对原来的居民不道了 不信我们 你就是一教徒 就恐吓他们 小镇居民 身丹力薄 很多都搬走了 有一部分 欠了他们的鞋也加入其中 整个小镇都被沃伦控制 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沃伦在这块 组建了消防队 警察局 搜救队 俨然 他就是个土皇帝呀 他让教徒多生孩子 男的可以娶几个老婆 所以就有不劳少男信众啊 他娶不上老婆 变成光棍了 这会成为教会 最不安定的因素 他处理的方式很简单 把这些人卖到其他地方 充当劳动力 就赚一笔刀乐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些人给他带来了麻烦 他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向他们说起了教会 说起了肖特克里克 很多人对他们的遭遇难以置信 这个事儿就被非常敏感的记者捕捉到了 有几个记者拿着摄像机话筒 开着车到了肖特克里克 去采访去了 想揭发沃伦的罪恶 沃伦见识不妙 要跑 怎么跑呢 他不想带大人了 大人难控制啊 于是他挑选了几十名 十几岁的男孩女孩 跟着他一起跑 他给信任的理由是 我发现了西安的所在位置 我只能带着孩子前去啊 西安就是上帝耶和华所住的圣地 那可以说就是不用死就能到达这天堂啊 信徒们仍旧深信不疑 把孩子都交给他了 所谓的西安就是德州的埃尔多拉多 男孩们在这块给他建房子 女孩则够给他享用 由于记者的披露 越来越多人知道了沃伦的罪行 无数私家侦探 报社记者都在追击沃伦 警察也闻风而动去调查他 可所有的信徒都说 事都是我们自愿的 不赖沃伦 他是我们的指中名灯 警察是一点证据也搜集不到 这洗脑能力也太强了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警察和记者的劝说下 还是有年纪小的 荼毒比较轻的 站出来指控沃伦 说他曾经限制过他们的自由 虐待过他 最重要的是曾经侵犯过他们 有了这些人的指控 警方马上对沃伦进行了通缉 沃伦一下 从高高在上的先知 变成了通缉犯了 沃伦撒牙的就跑啊 跑路的过程中 他还要信徒们每个月给他寄30万美元 作为逃跑的生活费 这些信徒 生活无论如何结局 都会想尽办法 宁愿自己不吃饭不喝水 也要把这30万给凑齐了 交给沃伦呢 沃伦一边逃跑 一边用着30万 过着无比奢靡的生活 一个月30万美了 想花光 那得多高的消费水平啊 他去夏尔良参加狂欢节 晚上去拖鱼舞会 看拖鱼舞表演 还在酒店 跟自己N个妻子 一起欣赏小电影 欣赏完 兴致所致 他就开始拍 还买了一台限量版的哈雷摩托 除去就开哈雷摩托呀 可是他自由惯了 没戴头盔 被交警拦截 你怎么不戴头盔呢 仔细一看 不对 你不是那个通缉犯吗 给我拿下 沃伦就如此荒谬的 被捉拿归案了 沃伦继续之后啊 经常还能远距离的控制教会 他每周都给教会内部打一个电话 信众都会继续在礼堂里面 然后接上音响 所有人聆听他的教会啊 信众仍旧痴迷沃伦呢 认为沃伦进监狱 那倒是异教徒迫害的 你们这些人呢 都是魔鬼呀 要下地狱 幸好 警员在搜查教会的时候 发现了大量女孩们写的日记 日记里面记录了无数沃伦的罪行 就是那种吧 勾掌复述了 本期节目都勾不了审的罪行 不少孩子现在都长大了 都成年人了 他们愿意出来作证啊 这一下才将沃伦的罪行全部作实 最终沃伦被判处了 100多年的有期徒刑 对于常人来说呀 那就是终身监禁了 肯定死在监狱里面了呀 但是人家是先知日啊 人家有神力啊 咱们就看看 他能不能活过这100多年吧 到时候出来 那你就更牛了 更加魔幻的是沃伦被判刑之后 不老少女性信徒 哭着叫着说沃伦是被陷害的 我们都是自愿的 他是我们的直路明灯 他们联名给州地方法院写信 要求无罪释放沃伦 可除了媒体 跟风宣传了一通之后 不得一些流量 等热度过去 就再也没有人理他们了 沃伦至今仍旧在监狱中 过着很是充实的生活 他仍旧是摩门教 基本教义派的先知 仍旧控制着教派里的 一切大小事物啊 按紧到此全部结束 大家说这些女性 真的是如此笃信沃伦吗 勾掌倒觉得呀 倒也未必 其实啊 是因为否定了沃伦 就否定了他们自己啊 他们已经跟着沃伦一辈子了 否定了沃伦 他们的一生也跟着被否定了呀 所以他们选择仍旧坚信 不愿醒来 让自己生活在空虚的幻想当中 只有这样 他们生命才有那么一丁点的意义所在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亲爱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咱们下期见